鉴于防汛牌烙的形势严峻 昨天湖北前江市将防汛二级应急响应提升到了一级 前江市组织专门的力量进行24小时防汛值班 全力保障安全度选 受持续降雨影响 7月6号上午 前江市张金镇化家湖村万福河段 河水已逼近地面 威胁沿河居民住房安全 当地立即组织200多人上滴加固水滴 并巡查职守做好防汛工作 今天上午当地降雨仍在持续 张金镇化家湖村万福河段水位 仍保持在29.83米的高点水位 张金镇目前已派出1600多人 在全镇的河道流域进行防汛职守 在前江城区受连续强降雨影响 不少区域积水严重 当地市政部门紧急组织力量 第一时间抢排积水 并在各积水点安置了移动抢险泵车 24小时抽牌 并安排专人职守 确保市民出行安全 目前长江中下游干流建立以下江段 全线朝景 我们就先从建立看起 过去两天 湖北荆州早遇到了多场 暴雨叠加 江河湖库全面告急 当地各部门紧急联动 全力排险 记者在靠近长江 荆州建立段大院围堤 阳沟站的一社区 看到进出的公路已经被水淹没 部分农田树苗被泡在水中 附近居民告诉记者 从7月1号起这里就涨水了 起初他们还能涉水而过 现在进出只能靠渡船 为确保安全度讯 建立市组织人员24小时值守 所有泵站全开 累计排水5.41亿立方米 同时降雨导致 荆州市内院四湖河桥水位 不断上涨 湖渠出现慢溢 经过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紧张救援 目前险情得到控制 此外持续的暴雨 还导致荆州城区多处积水 给居民出行造成影响 现在这边停会 看能不能打着火 如果打不着就只有 可能推到一个地方先停着了 面对暴雨 荆州市公安交警全员上岗 保障城区道路交通秩序 截至今天下午两点半 降雨仍在持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